从防后宫颈癌筛查准吗? 王稳宁 妇科 主任医师 我们宫颈癌筛查是我们排查宫颈癌的一个非常常见的方法 就是说对于生育年龄的妇女 就有性生活三年以上的话 我们是建议每三到五年去做这个宫颈癌的排查 那么国家现在也有两癌筛查 这个免费的两癌筛查 那么其中二癌筛查里头 第一个是乳腺癌 第二个就是我们宫颈癌 那么我们在宫颈癌取这个筛查样本的时候 我们是有要求的 我们一般是建议月经干净后 避免性生活 月经干净后三到七天 没有性生活之后来取标本 如果你有性生活以后 因为我们取的是宫颈的脱落细胞 那么在这个时候 因为有这个性生活以后 有这个精液啊 或者是白细胞的吞噬作用 我们取到细胞 往往会干扰我们这个结果 所以说建议是在月经干净三到七天 没有性生活之后 来采样做这个宫颈防疫筛查的标本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是取样以后 因为对于宫颈防疫筛查 我们主要是 你不能用一次的结果来判定 它有没有这个潜在的风险 所以我们HPV筛查 我们宫颈癌筛查 包括一个病毒的筛查 包括一个细胞学的这个筛查 那么它对病毒的筛查 往往影响不大 如果你选择细胞学的筛查 它往往会干扰我们的结果 专家提示 一 宫颈癌筛查 需要取宫颈细胞标本进行检查 二 性生活后因为精液或白细胞的吞噬作用 往往会干扰宫颈癌的检查结果 因此要求在月经干净后三至七天 且无性生活的情况下 进行宫颈癌筛查 请不吝点赞